看到洪家班火了所有人 陈家班却只火了成龙一个 才明白洪金宝说的都是真的 不爱拍他的电影 你们看他的电影吧 警察故事啊 他永远都是他最好的 但我在身边我都不好了 所以我不爱拍他的电影 当年 在洪金宝成立洪家班后不久 成龙也成立了自己的陈家班 不过 两人虽然失出同门 但在对待员工方面却高下历见 洪金宝为了捧红底下的成员 不惜把自己主演的身份让了出来 主动降低身份只为给他们机会 因此从洪家班走出来的个个都是大腕 比如林郑英 曾志伟 钱家乐 邹少龙 要知道 当年林郑英一度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关键时刻 还是洪金宝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把他带进洪家班大胆创新 由此才开创了香港电影中的僵尸时代 也郑英如此 林郑英才会如此信任洪金宝 在他临终前骂走了儿女 只对洪金宝交代了后事 而不同于洪金宝把所有的机会和舞台 都让给了洪家班 成龙却只想自己做英雄 更是利用成家班独捧自己40年 让其他的兄弟都沦为陪衬 也正是因为他的自私自利 袁彪才一直被成家班拖累 整整27年只能在娱乐圈是演配角 而这还不算什么 2009年 成龙的妻子林凤娇 开始全面接管公司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成家班 以公司经营不善为由 将老员工一一辞退 其中就包括跟了成龙30年之久的卢慧光 卢慧光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为成家班累死累活 本应拿到50万的请三费 结果区区10万就被打发了 而当卢慧光找成龙讨说法时 没想到却被拒之门外 成龙还表示现在是你嫂子当家 自己也无能为力 后来卢慧光还被妻子嫌弃离了婚 只能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在面对记者采访时 卢慧光还为成龙保留了体面 没有多说什么 只留下了一句人在做 天在看 曾几何时 卢慧光也是风头无两的泰拳冠军 后凭借高超身手 被成龙邀请进了成家班 不仅担任成龙的私人保镖 还参与了很多危险动作戏的拍摄 甚至可以说 他是拿命在拍戏 当年就有不少影视公司开出高架 想把他挖走 但都被他一一给拒绝了 只因他早就把成龙当成了自己的亲大哥 把成家班当成自己家 甚至就算妻子生孩子 但只要成龙一开口 他就二话不说随叫随道 只是没想到 他付出了这么多 最后却遭受如此待遇 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不过 后来成龙或许也意识到 自己这么做实在说不过去 便把其余的四十万全部补齐 这件事才一笔勾销